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E-Walker的丁家 我是黎化 台湾这块宝岛藏了许多宝 您知道五十年前 台湾的花茶就扬名国际了吗 茉莉花茶 花檀香一年就产出 一百万台金的茉莉花苞 用来制作香片 鼎盛时期 种植面积有一百八十公顷 但现在是不到三十公顷 因为中国和越南廉价倾销 茉莉花古香美名 就快走入历史 这位在地女儿很不服气 想保住美名得需彻底改变 她认为不喷农药 区隔市场 才能够杀出一条生路来 但实在太困难了 没有一个花农支持她 连父亲也说 没可能 但她一直坚定 鼓励花农不喷药 已高于市价三倍价格收购 却也才吸引两位花农加入 到头来也没成功 最后她说服老爸 提供自家土地示范种植 再不断地请教专家 历经无数次失败 总算种出无农药的茉莉花 但从花苞再到茉莉花茶 这又是一条艰辛路程 一贯方向为区隔市场 她决定自制茉莉花茶 抢供高价市场 她到茶园以及改良茶 学制茶技术 在团队合作下 做出了全台第一款 无毒茉莉花茶 但却行销不出去 所以她自创品牌 导入文创元素 终于打开知名度 游客变多了 连日本和东南亚 都祖团来观摩 成功改造茉莉花古香 会计出身的她 秉持理念很简单 勇于付出行动就对了 第一炮我们重点是在花香 然后你第二炮的时候 才慢慢茶香 它才会出来 热水冲泡下的茉莉乌龙 茶水中隐约透着花的香气 茉莉花它在我们 本草高墓里面它记载 它对我们人 它可以酥干解育 比较清花效 所以说它的茶汤颜色 是比较淡的 它注重它的清香度 洒入吉许花苞 每口清水都透出隐约花香 拥有敬意甲子历史 茉莉花曾是彰化花坛的骄傲 一度被遗忘 近年翻身崛起 同学 早上 要来搬灰 阿婆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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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蚊子有沒有 有啦 有喔 今天蚊子有比較多嗎 今天蚊子會比較多 但我怎麼感覺蚊子起來軟軟這樣 是啦 在頭拍得太久 不會啦 不會啦 和大哥大姐韓宣 花壇農會總幹事顧碧琦 從小就得幫家人採收 笑說看到花苞就忍不住出手 是在地人至今改不了的習慣 茉莉花會在花壇生長得這麼好 完全是因為這裡土質的關係 這裡的土壤是屬於沙子土壤 我們說它的排水性其實比較好 日照又充足 開開不香啦 這開開的 這就是我們說的盛開的花 這個花香其實最近散掉了 已經沒有花香了 含苞的話到今天晚上到六七點的時候 它就會漸漸開花 然後我們就會利用這個花香來尋查 這棵的花枯得不錯 好像比較沒糖膠對不對 夠料讚喔 六年前為了推廣無毒茉莉花 不必其以身作則 無常以自家田地做實驗 是不噴灑農藥 這個五六十年他們的一個工作經驗 對他們來講要更改是很困難的 我記得我們第一年要做無毒茉莉花的時候 我們在推廣的時候是沒有人願意參加的 所以我回去說服我的爸 是不是可以把家裡這一塊原地 無常來提供給農會做一個試驗的部分 沒有 如果去年這個漏蝦刷 似乎有這麼多 這個阿嬤水有這麼多嗎 我哪不來 那個營養水 阿嬤水有這麼多嗎 沒有 那不是叫藥嗎 那叫生物防止 五六十年的這個官僚都沒有那麼改變 不然你看 浪費要塞 無毒的塞得這麼難 抬玩笑的糾正大姐 為了防治茉莉花的兩大害蟲為名和祭馬 不必其和同事費盡苦心 華田間不但可以見到補額燈和線條狀的防禦性非洛蒙 也遺留不少過去徒勞無功的辛苦痕跡 這一路走來試了非常非常多的一個方法 包括我們頭頂上的這個鋼絲的部分 這是我們第一年架設一個往事的部分 其實茉莉花它是喜歡日照充足的 那往事一搭上去 日照比較沒有那麼充足 加上比較沒有那麼通風 那另外一種害蟲就來了 最後是滿肩都是紅蜘蛛 努力克服蟲害因為不必其生枝 國外低價茶和飲茶習慣的改變 讓茉莉花一蹶不振 想要翻身就一定要改變 我們這一代的對茉莉花感情是非常非常深的 以前要繳學費 繳餐費 營養午餐費 沒有收到那個花錢 是沒有錢可以繳這些費用的 我們自己生產茉莉花 可是我們到外面去喝茶的時候 我們卻是不喝茉莉花茶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知道 因為它農藥其實是非常重的 那要推廣這個產業 一定要從我們自己趕開始 你看 以前那麼大片 現在都剩了一點而已 對啊 沒有 我這碗是一碗的 一碗的喔 這叫茉莉花 過去慣性做法 從昔日單純提供原料的傳統農業 延伸做加工 和大伙從零開始學習制茶 我來得會喔 好 好 新興花苞透過篩網 篩落葉子與花餓 再透過人工剔除不良品 像這個葉子啊 這個花梗的部分啊 那個蟲咬的 這樣的不良品太多 會影響我們自茶出來的那個品質 經過兩次挑剪的花苞 和來自台灣各地的茶坯 層層交疊 靜製圓一個晚上 讓茶葉吸收花的香氣 這個過程便是顧必齊口中的薰製 茶吸收花香的那個 可以均勻一點 所以會再做飯堆的一個動作 我倒下手 倒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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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這樣花能夠夠嗎 這樣算夠夠嗎 混合一整碗的茶和花 蟲綠分離 大貨排排坐 眼前成堆的花苞和茶葉 一樣得再細挑一次 而為了求精準 除了靠手力和眼力 有時還需要一點勇氣 在這兒在這兒 唉唷 求人 慢著 有糖 都要去吃 就是很怕那個蟲 以前摘花回去還要做噩夢 面對到大還是沒辦法克服 茶跟花含水量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等一下還要進行茶葉的一個烘焙的部分 所以我們會把茶花做一個分離 是那個金鮮啊 那兩天做的 我還不錯啊 那個香蕉 而新製後的花苞 因水分被茶葉吸收 色澤呈現褐黃 多次翻動後 外型也難免受到影響 茶跟花結合的時候 有時候會會合到 呈現的花就會看起來比較有爛爛的 好像水分過多的那個感覺 雞很大 地頭很大 當年為了學製茶 顧比奇和同事赴竹山觀摩 跟其許顛覆昔日茉莉花製茶的刻板印象 以前的香片會用其他花類 比較低價的一個花 像是樹蘭 黃絲花 先熏自過 然後最後一次才熏茉莉花 我們想要做出我們自己的風格的茶 今天是做試劑 茉莉試劑 翊莉你今天要烘多久 時間整個加起來的話 大概四五個小時 依照不同茶種控制烘焙時間 一路從種植 採收到累積至茶技術 古比奇的腳步仍沒有停歇 他希望在地的花香與茶香 可以讓更多人聞香而至 牆上資訊介紹茉莉花與花茶種種 將廢棄古倉改建 搭建屬於茉莉花的原地 某某一走的時候 我們發現很多人竟然不知道 茉莉花最大的產出地點 是在我們花灘 外鄉鎮的人要了解茉莉花的時候 有一個地方 來了解在地茉莉花的一個歷史 103年 花灘茉莉花更一度成功在國際飄香 先把那個所有每一邊的這個折線 先把它壓一下 第一次做一個盒子要做半個小時 真的喔 我現在比較習慣了 當年品牌出漲程 缺乏名氣與亮點 古比奇高價聘請設計團隊 打造新穎形象 成功獲得獎項的肯定 但光榮背後 其實也承受不小壓力 他說花這麼多錢 設計出來的東西 萬一賣不出去怎麼辦 我們自己可以得獎 我們自己都還滿驚訝的 因為在農會界來講 要得到一個德國IF設計獎 其實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對我們來講 無藝也是一種很大的一個 我們來找到可以 有客家 不要讓我退回 一路幸福走來 努力要讓大家提到茉莉花 就想到花壇 雖然挫折不斷 同事一起相挺 讓顧比奇倍感窩心 而他的努力 不少農民也看在眼裡 不少農民也看 一股一股 不怪的你看 那樣得到 對啊 這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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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當年寥寥無幾 如今與農會配合 種植無毒茉莉花的人數 逐漸增加 第一年我可以說 其實是不算成功的 因為我們的產量 大概只有三成而已 到了今年來 大概有五六成了 很大魚 也是有 油也有 這三魚 這就不要我們釣就釣了 對 總幹事比較年輕的 要來做五毒 對我們人的營體更好 所以我就頭一個幫他支持 本來是幾個 做法要來就不去 因為很辛苦就對了 做法 現在的地 五毒的茉莉花 現在的茉莉花也賣得很好 做後的名字很好 我也覺得很公平 找回茉莉花的名聲 過去家裡 曾代工製香片的顧碧琦 也在這過程當中 一步一步找回 充滿回憶的香味 那個香味 是我一直就很懷念的 我希望說這個味道 在我們這一代 可以留這麼久 就是說 在我這個年紀了 還可以 就是我還忘不了這個味道 我也希望 這個味道可以繼續 到我的兒子 我的孫子 這樣飄香下去 這個外表溫婉 內心剛強的花壇女兒 憑著一股破釜沉舟 義無反顧的決心 扭轉小鎮 以茉莉花的命運 就讓我們來可以看 我們到這邊 有幾個月 我們可以看